零四角的蕭敬騰 不管哪個角度都是帥 連低控都帥到不要不要 但唯有一點讓老蕭無法接受 我常常跟人家拍照 就比如說路人說要拍照要拍照 然後我看到手機 我想說這是什麼 我下巴怎麼變那麼尖 然後我怎麼 就瘦下巴你知道嗎 然後眼睛變很大 我說這誰 這不是我 老蕭你是說這樣嗎 然後我就叫他調回來 我就說那不是我 我不會拍 他就很可憐 的調回來 就應該現成圓形 這邊有朋友是那種 bro 照片是他本人差很多的嗎 是友啦 誰 你想知道 是什麼 絲綜我覺得 那種 你不要亂講 我哪一個音效五月天 你不要亂講 再一次 再一次 現在只要有老蕭的場子 就歡笑聲不斷 不過受到大S傳出 胎兒沒了驚跳的噩耗 身為大S好友的老蕭 立刻收起笑臉 我知道我知道 這個消息我知道 很遺憾 我覺得兩 兩棲話 就是大家對於是這種抉擇 對於任何抉擇都一樣 但是 當然尊重當事人的決定 因為 如果一個小朋友 就出生的時候 他是 會很辛苦一輩子的話 你就算再給他再多的資源 你就算你再有 再有能力 再有金錢 再有 再有任何 但是他 他是他 他是獨立個體 他要承受的壓力 你沒有辦法控制 母親真的很偉大 非凡遊樂 台灣報導